各位同学,大家好 现在要进行的是统计学系列课程 历届考题的赏息 那么我们这一部分介绍的是 联合几率分配的问题 这是正大经济所的甲组的个考题 那么我们来看看题目的内容 题目的内容说 X1跟X2 它的这个Joint Probability Density Function 是什么?指的是什么呢? 指的是它的联合几率分配函数 是这个,好,很简单的一个形式 那么X1,X2,这是它的要求 那么现在我们要做的是什么呢? 一个叫做Transformation 指的是一个变数变换 它的变数变换是这样子的 Y1是X1处于X2 那么Y2是X2 那么我们现在要找的是什么呢? 第一个部分,我们一个一个来 Joint Density Function of Y1跟Y2 那么我们现在要由X1 然后X2去变成了Y1跟Y2 那么现在要怎么做呢? 那么首先我要把它做一个整理 现在题目是什么? Y1等于X1处于X2 那么我们要把它解出来 X1就是什么呢? 就是Y1乘上X2 那么因为Y2的话呢 我们要把X以Y来表达 X2等于X2等于Y2 这个地方我们有Y1 于是我们就可以把它怎么做呢? 我们就可以把它改一下 这个地方我们就写成Y1 X2就是Y2嘛 就是Y1乘以Y2 我们的目的在做什么呢? 我把XY 我把这个XY X1、X2 跟Y1跟Y2之间 做了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对应了以后 最主要的目的 其实我要算的什么呢? 我要算的是Jacobean Jacobean是因为我们在变数变换的时候 一定要用到的一个Factor 这是X1、X2 Y1、Y2 因为这个Jacobean 我们在换掉的 直接换掉的时候 还要再乘上这个Factor 这样子才不会失真 来我们继续写下去 它是一个二阶的行列师 因为它是双变数的 那么我们就写出来了 第一个是 PartialX1 这是PartialY1 这是PartialY2 这是PartialX1 上面这一部分是 这一个不要动 就是固定它 下面这一部分是 这个不要动 X2 PartialY1 这个地方是 PartialY2 这个地方在轮动 然后这边是PartialX2 这个X2不动 好,我们计算一下 Y1对X1偏为分 我们来看一下 Y1对X1偏为分 那就剩下什么 这个就剩下Y2 现在Y2对X1呢 Y2对X1那就是Y1 那么现在再继续做 Y1对X2呢 X2跟Y1没有关系 所以这边是0 那么再过来一个 就是Y2对X2来偏为呢 Y2对X2偏为 刚刚好一模一样 那就是1 所以这边 它的Jacobean是什么 Y2 所以我们就写Y2 那么现在 我要把这个新的函数 写出来了 就是Y1跟Y2的函数 写出来了 那么A的部分 Y1 Y2 就是等于 原来的这个 在乘上什么呢 我的Jacobean 那么这个地方 我们可以解释 X1跟X2的话呢 因为Y1 等于X1除于X2 所以我们可以得到 什么样的结果呢 其实Y1 可以说是 都是在 1跟0之间 这个我们可以 在这个地方 做一个简单的 把它带进去 我们可以发现 这边的话呢 Y1跟Y2的话呢 都是介于 1到0之间的 一个变数 那么第二个 B的部分 它说 它要找的是 Marginal density function of Y1跟Y2 这是我们 在这个 很多的一个 技巧上面的话 都用得到的 就是要找出 它的边际函数 那么边际函数 是怎么做呢 我要Y1 就让Y2 去跑一圈 就可以了 怎么说呢 来 我们来写一下 这个B的部分 我们来做 Y1 很简单 Y1的部分 就是让B 去跑一圈 B的范围是什么 就是Y2 跑一圈的话 Y2是0到1 所以我们这边 是0到1 然后变数在这边 这边就是 D Y2 那么我们来看 这边刚好 这两个一样的 那就是 直接积分了以后 变成 Y2 的平方 范围有0到1 所以它刚好 就是多少 1的平方 简移就是1 那么再来 Y2呢 Y2就是 让Y1 就是跑一圈 Y1 这边写一下 0到1 第一 Y1 我发现什么呢 我发现 这个跟这两个 不是同一个 没有 不一样 所以我们就 直接加上什么 2Y2 再加一个Y1 就可以了 然后范围 Y1是由0到1 所以这是2Y2 这就是我们第二题 这叫做 边际 几率 分配函数 第三个部分 Are they independent 他们中间 是不是 independent Y1跟Y2 那么我们要看 是不是 独立 我们就看这个 Y1 Y2 会不会等于 这是Y1 乘以 F Y2 我们看看 这两个 是不是 相等 那么题目 左边这个地方 我们已经证明了 它是2Y2 那么我们看右 右的话 这边是 FY1 是什么 是1 这是什么 2Y2 我们发现什么 相等 相等 代表的是 它是 independent 就是我们所谓的 独立 是不是呢 是的 这边是 独立的 是 是 对 是 是 是 感谢观看